这个鱼拿出个泡脚鱼的感觉如何呢 马上开盖 然后把它破出来 你看这个清水鱼好安逸 吃 这下把老河下下来 牙齿开始丢了 来给你吃肯定吃的动作 下层鱼柳 骨头等上熬汤 排骨抵下来 这下打成鱼片 头脖要均匀 拿清水冲洗 水要沥干净 水给它挤 挤几个蛋 挤三个 是要带清 挣这个土鸡蛋 再来点姜葱水 软了 这下给它拆均匀 加点茅茅盐吃底味 花鸡屋头自己弄的红烧粉 小拌一下 红烧粉充分地和鱼截住 鱼片腌好了 稍微干净点 这样我要捞泡菜 先来点泡椒 再来点二斤条 再来点泡青菜 泡青菜切了 这个泡菜要分开放 用途不一样 二斤条切切子 这个小米辣直接摘细 出味才快 菜籽又下锅 烧鱼 混合油才八适 猪油下锅 来 这个是四条豆瓣 下锅 这个是家常豆瓣 拿一瓶 两个味道不一样 豆瓣的 香菜米子下 泡椒下 二斤条泡椒下 泡青菜也下 炒香 舀点骨头汤 来 下锅 来 我们豆瓣平面 把蒜结肉 鱼老壳鱼骨头下锅 加点根底酒 微微加低点白糖 喝个味 对了 鱼骨头先搭起来 加点鸡精 起味 鱼片下锅 好 自然手指 鱼片下锅之后 轻轻地露底推一下 动作要轻 要温柔 青菜来垫个底 对了 关火 起锅 洗完麻辣的 还可以插到干椒 花椒 像姜佛人讲 今天吃清淡点 撒点葱花 青菜也是丟在边上 点缀一下 这一块 又滑又嫩 鸡朵吃完了 汤汤再煮完面 八碎半 开饭了 再热吃完了 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